安装师傅说这个柜子的质量有问题 说这个镜子显成这个样子 没有办法调 电钻一下黄金万两 大家好 我是安装工小米 今天接了一个维修单 就是这个金柜 要调这个镜子 客户说这个柜子 师傅安装好以后 镜子就是显成这个样子 然后师傅反复的去调 也调不好 最后跟厂家说 这个柜子的质量有问题 然后厂家呢 又下了一个维修单 我是接的这个单子 70块钱的维修费 为了让大家了解的更清楚 我们一步步来排查 先量一下镜子的对角 对比一下尺寸 是不是一样的 这种镜子一般是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两个对角的尺寸呢 都是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测量 镜柜的对角 为了数据更加精确 我们一般都是 以毫米为单位的 1193 然后我们看一下 另一个对角 从这个对角看的话 是1188 出入的话 应该是5毫米左右 松边我们再量一下 镜柜的上边到磁砖的分析 或者镜柜下边到磁砖的分析 做一个对比 这边是204 另一边是200 相差4毫米 误差也不算太大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镜子的边缘 就是安装脚链的这个位置 上下的分析呢 是很匀秤的 误差也不大 往往遇到这种情况 没有经验的师傅 第一会认为是脚链的问题 通过调节脚链的调节螺丝 来把这个镜子调平 那么我们也这样去做一下 看一下效果 这样调节以后 两个镜子的高度是一致了 但是问题也出现了 来看这个分析 上边窄 送室往下看 越往下面越宽 但是两个镜子闭合的地方呢 它已经调平了 这样的话 客户会接受吗 如果现场真正调成这个样子 别说客户接受了 自己都看不下去吧 现在我们来处理问题 首先安装这个镜柜呢 要用上我们的支撑器 这样的话比较省力 而且按出来呢 还比较标准 这个支撑器呢 可以上下调节 同时可以解放我们的双手 甚至可以省掉一个合作伙伴 一个人可以独立完成 这也许就是科技进步的力量 支撑好以后呢 我们拆掉三颗螺丝 只留一颗 其余的三颗螺丝呢 全部都拔掉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两个镜子要关起来 关起来以后 开始挪动这个柜体 这个柜子是用三合一组件 组合起来的 所以它是可以微微活动的 在活动的过程中 你才会发现两个镜子 原来是可以对在一条平行线上的 这样这个柜子才真正意义上的放正了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螺丝孔竟然跑偏了 这个柜体在活动的过程中和它之前的螺丝孔显然是对应不上了 几乎是相差一孔 客户一直非常疑惑 这个柜子是不是有资料问题 现在我们用支撑杆织好了以后 给它进行调整 然后给它讲一下 之前禁止有误差的主要原因 然后再改出一个整改的方案 为了不在磁砖上再重新打一次孔 我们选择在柜子上重新开孔 找到墙上之前开孔的位置 然后我们用钻头在这个地方重新开一个孔 我们把螺丝就拧在这里就可以了 这样不破坏磁砖 而且这个孔刚好有这个垫片可以压得住 也不影响它的美观 铁链不是万能的 当你用铁链去调节镜子或者柜门的时候 你要保证柜体本身每个角都有成90度 最起码误差不要太大 如果你在安装的时候 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其实我这里强烈推荐大家使用这个支撑器 打算长久干这一行的话 该投资的设备其实不要省 毕竟这个东西可以帮助我们省很大的力气 尤其一些大金柜 三门的或者四门的 你要不要带一个帮手过来 或者要业主给你帮忙 不小心的话磕了碰了 这个损失还算到自己头上 同款产品呢 我给大家挂上链接或者橱创 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去看一下 现在呢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订单 这就是订单的金额70 然后看它这个备注 金柜门分析不一样调整 大家觉得这个活怎么样 肥不肥呀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